继主角巴刹之后 中巴鲁巴刹的部分摊贩明天起 也把生意搬到网上 通过网络直播来卖食材 而他们也同私照车平台业者合作 帮助司机赚取额外收入 记者吴良祥报道 中巴鲁巴刹售卖鸡蛋 水果 猪肉 海鲜等10个摊贩 星期三起让顾客可在手机上浏览商品 无需出门就可上网买菜 去年试过十多次网络直播 卖海鲜的摊贩李良才认为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经营模式 是一个新常态 网购已经是一个局势 也是已经成为气候 我相信在组断期间 它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已经是一个confirmation 然后如果你 现在的问题是说 要怎么样把它给发扬光大 把它给改良进步 接到订单后 隔天摊贩就会将海鲜装箱 再交由私照车司机送到顾客家 目前送货的司机约有50个 每名司机平均一个星期 可赚取的额外收入约200元 比起实体摊位 在疫情下线上购物 相对来说较安全 至于价格 同件商品因为送货成本 线上会比线下贵两三毛钱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